一到四届原始土豆地雷测评 这是粉丝留言想看的 测试不易记得点赞三连鼓励一下 在头个臂那就助您转盘一发得奖杯 抽奖欧皇重词专 测评规则 拿6个浦江 3个铁桶 两个巨人来测试 一到四届都是一样的阵容 因为详细解读有植物大讲堂系列 所以这个系列更偏向于实战 首先是一届 紫卡 阳光50 冷却25秒 一到四届无时防具基础攻击是 1800 2700 3600 4500 一到四届生命值是 300 450 600 750 攻击模式 种植下去 在经过15秒的准备时间后 原始土豆地雷会出土 在僵尸接触它后 就会发生爆炸 同时对以自身为中心的 三乘三范围内的路行僵尸造成伤害 一接打四接 用粉身碎骨的方式和僵尸硬打 最后还剩两个巨人没打扮 如果你的原始土豆地雷是一接就扣一 零接就扣零 然后是二接 攻击力上升 特性 快速起床 准备时间缩短到十秒 二接打四接 获得了胜利 场上还剩余13个土豆战士 如果你的原始土豆地雷是两接就扣二 接着是三接 攻击力再次上升 特性 急速起床 准备时间缩短到六秒 三接打四接 获得了胜利 场上还剩余14个土豆战士 比两接多一个 如果你的原始土豆地雷是三接就扣三 最后是四接 攻击力达到顶方 特性 能力觉醒 种植时有15%的概率释放大招 大招效果 立刻准备完毕 并释放两个同样准备好的原始土豆地雷 装扮效果 额外增加一个原始土豆地雷 四接成绩最佳 场上还存活17个土豆战士 如果你的原始土豆地雷是四接就扣四 总结 本期测评来看 一到四接通关成绩逐步提升 这个植物在恐龙危机中 阳光消耗可以减少25 它不能被种植在海盗港湾的甲板上或是连夜上 相较于国际版 中文版被虚弱过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测评的全部内容 如有错误的地方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补充哦 拜拜 下集再见 点赞 关注 评论